我的媽呀 真是插玻璃呢 就結扣了 你不適合談戀愛 為什麼 你更適合結婚 幸福账單為你買到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您現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電視台綜藝頻道所推出的幸福账單 我們是幸福三報 本節目是由富方阿嬌將獨家冠名播出 趕快留起我們今天的第一位爆炸人 我知道前方一定坎坷重重 暴雨狂風 我知道我的生命從此已立 與眾不同 迎著風向前衝 我要做我自己的英雄 忍著淚 忍著痛 終會化成最美的彩虹 歡迎你 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 挺帥 來 電視機前的所有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來自吉林省通話市柳河縣 我叫謝楠 你是做什麼的 我是一名我們柳河交通文藝廣播台的鄉親節目的主持人 廣播節目的主持人嗎 對 就是車載電台收音機 但是廣播可以做鄉親 鄉親交友就是會有 那不是要見面嗎 對 打電話嗎 他們會有一些留下一些個人的資料 然後每天在這個節目當中去播放一下 然後有喜歡的這個 覺得這個資料條件還不錯的 然後就會打進我的熱線 然後跟這個人取得一些聯繫 他們倆會在你們聊嗎 是在你們廣播裡聊 沒有 沒有 他們都是私下聯繫的 那你肯定是個愛情玩家了吧 你是不是特別擅長 我還可以 我們這個舞台上其實最冷的是她 我這個人一般跟女孩說話 不來這些妖蛾子 就實打實地直接來 咱們好好的試一下好不好 試一試 好不好 你看我的方式 好 來 咋的跟我說好了這點兒 我不是跟這兒等著沒人呢 路燈架的小姑娘嗎 沒人呢 這有人嗎這 不好意思 沒看見你 這還做個人的這 你好 你好 正常 正常 那個 我就是過來跟你相親的 我自我介紹一下吧 我那個 我那個 銀票 拿著 那個幸福帳單公司的那個 UFO 就我 我姓龔 龔老師好 就是 第一次見面吧 是吧 咱也這人就比較實的 咱有實力看出來 沒啥東西給你帶呢 拿著拿著 見面也沒事 這看不上是吧 告訴你24K純銅的 老貴了真的 拿著拿著 沒毛病沒毛病 這樣吧 我情況你也看著了是吧 就這個情況 反正你給我介紹一下你吧 你多大了 十九 十九 還行 比我大四歲 我能接受 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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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是這樣的 我家人呢 不要在乎這個 憂生憂 你看你這人 有話好好說 憂生憂 你看你別緊張 你看我好人 你看臉上就看出來了 臉上就看出來了 看出來了 我不是特別這個什麼 不是特別這個什麼 你看你這還沒事 你不要 下次給你換個帶鑽 那個 我呢比較講究的就是 收入這塊 咱俩得匹配 匹配不了不行 是吧 你大概一月能掙多少錢呢 八千 八千是吧 偷吧 跟我用人差不多 你這樣吧 你要覺得行 咱俩就是登機去 我給你買房 走 走 走 你知道 這男人是開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 你就這點情傷 有些時候 講究物質的一些 這個情傷偏低的男生 總開口先講條件 這往往就不太好 你會怎麼樣一般 女生可能會更喜歡 詭諧一點的吧 讓我們 我試一下 你試試 你試試 哈囉 美女你好 你好 你好 一個人啊 我覺得你挺孤單的是嗎 還好吧 還好是吧 那你喜歡小貓 還是喜歡小狗 我喜歡小狗 我覺得 我覺得 你的爸爸一定是個賊 不是嗎 沒有 不是啊 我覺得他一定是個賊 因為他把世界上 最亮的那個星星偷了下來 放到了你的雙毛裡 最亮的那個星星偷了下來 放到了你的雙毛裡 你不適合談戀愛 為什麼 你更適合結婚 我希望 在我結婚的那一天 你一定要來 幹什麼 因為你不來的話 沒有新娘怎麼結婚 方便加個微信嗎 好 好吧 你看看人家 說話講究方式 你什麼情商 我跟你說 其實我最喜歡哪一句 你特別不適合戀愛 你適合結婚 這句話 那說明我是個好女人 你看看 我覺得可以稍微折中一點 你要真實上去之後 一個人很孤單 跟你聊點聲 就稍微有點浮誇 你是個壞人 你知道嗎 你是個壞人 稍微有點浮誇 你心裡有鬼 你倒這麼想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喜歡 男生的幽默感 這個其實是一大魅力 小夥子來到幸福帳單 是帶了一張什麼樣的帳單 是價值7500元的電腦 那就看你能把什麼樣的音樂 帶給我們 好 加油 再一次 每次都把拍照 每次都要唱 他的照片 就是幾個拍照 很多人都在演奏 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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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人都在演奏 下一秒 就換來一個擁抱 你不開心的現實 我都能感覺到 換個表情 讓你開心的笑 在天翻中开始慢慢懂得天荒地老 爱在简单的关心里找到 所谓浪漫的城堡 真是一个依靠 把你放了老都变成石头 用时光表白 与生一头大 看不见你宿命 让我们走到了一块 一直到未来 头发花白 还为了曾经的遇见而看到精彩 就中文表白 余生你的在 任这个世界更改 我们依然深爱 从无法替代 彼此的依赖 多年之后 夕阳下的那两个身影 是最好的交代 一百五十秒的挑战时间 加油好不好 好 再次劝一下账单金额吧 七千五百元的电脑 七千五百元电脑一步 来 请不如挑战区加油 加油 用的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了 贼谈 好的 这一关可以手脚并用 这一关可以手脚并用 越是犹豫 越是不转跳 大胆一点 好的 可以手脚并用 没有问题 还有最后一个球 对 你看就是这样 要大胆一点 最后一步 第一关就完成了 第二关 开法第二关 第二关更是增加了难度 有一个摆动的锤子 你要躲开它 对了 小心 小心 好的 没有事 没有关系 好的 谢南 所以就是这样 再躲开它 看准时机 好样的 拖断一点 连续到好样的 第三关 对 你要选择好扇姿 什么方向 然后 再趴到横杆之上 选择哪个圆台下来 对 就是这样 好样的 不错 越是犹豫越不敢跳 好的 可以这样 没有关系 不要在乎形象了 我知道你是个爱情歌家 但是现在不需要形象 就是这样 好的 快 快 究竟最后一关 能不能过去呢 最后的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非常遗憾地宣布 谢南的账单 取消 好的 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您只需要拿几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谢南的 1500元的账单金额 幸福账单欢迎下一位抱账人 欢迎你 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陕北紫州的诗依娜 人人诗表的诗 一星一役的一 智慧女神雅典娜娜 我 我是一名善儿艺术教育工作者 希望一星一役做教育的依娜 也可以像智慧女神雅典娜一样 为小朋友们带来智慧和美好 谢谢大家 好 艺术包括它方方面面吗 它包括什么方面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那边呢 是一个国家级的贫空间 所以当然艺术人才就非常少 那像我们呢 就属于一专多职吧 有什么音乐老师呀 舞蹈老师呀 包括契乐老师呀 我们就都冲到 一专多职 只要会的都教这些 对对对 因为确实那边没有很多的经费 去请那么多的老师 所以就是一专多用楼 你的家人在什么地方 我的家人是在西安 我呢是工作在紫州 但是我呢长期居住在西安 因为我们父母呀 包括我的孩子 都在西安生活 这是两个城市隔多少 大概是火车的话 大概是来回的一个 二十个小时吧 来回二十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啊 二十个小时啊 他是那儿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你去那儿呢 说来呢就比较话长了 我呢是一名 地地道道的紫州人 但是从小生活在那儿呢 特别渴望艺术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我们那边真的是很贫穷的啊 在我小时候 根本就没有见过什么钢琴呀 舞蹈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在我五岁的时候 我父母带我去一个城市里面去打工 那会儿呢一个月 就是多于三十块钱的舞蹈 这个学费都交不起 每次呢我放学 都是啪在窗户上 看别的小朋友在那儿跳 坐在那儿呢 从此就给我种下了这个 喜欢舞蹈呀 喜欢音乐的这个印象 那当我真正的有一天走到艺术学校的时候 去了就被同学们欺负 叫我大傻貌 也没有见过钢琴呀 啥都没有见过 就是你觉得自己的起点 是你内心的一个痛是吧 是的 是的 所以呢当毕业以后呢 其实就是我又在神城发展的机会 但是我确实就是想着 我不想让我们现在的孩子 像我的经历一样 虽然我们在农村 但是我们也有平等接受艺术教育的这个资格 当然 所以呢我就放弃了在神城发展的机会 我就去回乡创业 我希望我们农村的孩子 也可以像咱们大城市的孩子一样 平等地去接受艺术教育 这一创就是五年 然后每个礼拜就从西安到紫州 就这样来回奔波着 你的家里人支持你吗 因为你的孩子老公都在西安 其实一开始他们也不支持 因为当时创业的时候 我本来就从农村走出来的 好不容易走出来 好不容易走出来 为什么要回去 也确实有很多的煎熬 也是曾经极度想放弃 家人也劝我 你不能这样 但是当你看到孩子们 有些人是我在窗户上看你的眼神 不管多么艰辛 只要看到他们那个眼神看着我 而且每次看他们演出 他们台上跳得那么好的时候 我觉得一切的疲劳就都结束了 然后呢 因为我们那儿学这个人的也比较少 所以说总得有这些小人物 冲到这些大角色 今天的情况好一些了吧 现在还能好一点 因为一开始不是也没有学生 也没有家长去支持你 但是后来经过家长这样的慢慢介绍 知道我们是专业学这个的 回来以后还慢慢好多了 现在呢也就是三百多学生 还不错 三百多 很不错了 反正还行 反正就是为紫州的这个少儿艺术教育 也确实做了一片贡献 因为孩子们最起码接受到 跟大城市一样的这种生活 所以我每周回到西安以后 除了安排我自己孩子的事情以外 我也在不断地学习 我想把不断地 咱们这种新的教育理念 带到我们紫州去 也可以把在舞台上的这种经验带回去 对 是不是 替我们问候孩子们 谢谢 而且今天老师来 真的就很有心 他带来了一种很特别的吃食 反正我没有见过 这么客气的 让大家看看咱紫州的特产 美食 好不好 来 给大家掰开来看一眼 看一眼 对 这个就是五盐的 就是里面有芝麻和糖 很脆 对 这个也是五盐 有的可能是藻泥的 哪个是 然后试一下这个 就说明我们定会分手 三个人 每个人多了五人 五股风登 来 干饼 谢谢 谢谢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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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 好 我真的好 我真的好 酷 老师 既然带来了美食 我们也必须要回报一张账单 对 必须的 你的账单是什么 我是给学生的一张三千元的演出服的一张账单 对 让他们去舞台上绽放自己 好 60秒倒计时准备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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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2 3 2 3 2 2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千元的演出服的费用 来吧 加油 听不如挑战区 要加油了 3 2 1 开始 来吧 依娜 好的 依娜是一个心中有爱的好老师 对的 为了孩子依然放弃了在一安姑姑的机会 对 今天的狂观也是为了孩子们 是好样的 孩子们都在垫这几天给你加油呢 依娜 哦齁 哦齁 第三关 不要小心依娜哈 不要着急 之前有的是 在后面 在后面 你要干嘛呀 依娜 非常遗憾地宣布 十一娜的账单取消了 好嘞 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拿起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十一娜的 三千元的账单经纹 幸福账单欢迎下一位保障员 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意义 对 那 你 这 那 你 有什么意义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大家表演 非常荣幸 谢谢 你是魔术师 您就是专业魔术师 是吗 不能说专业 只是表演 算是职业 办职业 办职业 对 办职业 其实今天这个小伙子来 并不是说 单纯地要给大家展示 自己的魔术的 开心的一个状态 关键是为了一个孩子而来 是吧 跟我们说说那个孩子吧 是的 是的 因为平时我自己也是会经常 去做一些公益的演出什么的 刚好也是通过一个朋友 知道了 在我们浙江永康 有一位小朋友 那么今年是刚好14岁 他是6岁的时候开始 得了这个白血病 八年了 对 八年了 今年这个孩子出现了一点问题 就是他已经压了18年的 这个白血病再次复发 是的 这是他第二次的复发 第二次复发 那么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也想为这个孩子做点事 因为其实呢 这个孩子他需要很多 的爱心人士的帮助 因为毕竟他有八年了嘛 这么多年的话 家里面条件也不好 该花的医药费啊 也花的差不多 所以我想的话就是 不管说他需要多少的费用 去治疗或者说 有多大的困难 我尽我自己的一份心意吧 多少钱 八千块 八千元的医疗费吧 对 虽然说远远不够 但是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份心意 尽一份心力吧 我先把舞台交给你 先看看能不能赢得 凭什么的心 好不好 加油 加油 来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小冬费 原本工作室 回来 大湾 相拍 对 这才是吗 小冬费 小冬费 这是 我的 原本会 星道 我 的人 180秒 180秒 全票通过 谢谢 我相信一定是给刚才那个孩子们的一份心意 希望接下来用闯个关 把这份善款赢回去 好不好 好的好的 来自确认一下张单金额是多少钱 张单金额是8000元的账款 8000元治病的钱 好的 谢谢 努力又加油了 好不好 希望你成功挑战区 加油 谢谢 来吧 加油 3 2 1 挑战开始 希望在闯关的舞台上 让我们见证主义你的奇迹 这双鞋的选择 我今天这个鞋的选择稍微的有一点欠妥 这双鞋虽然很舒适 但是它脚下的防滑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 加油 是了 是了 这关我们的这个障碍会上下的不定的不定期的不规则的来回的这种抽动 可能会让你突然之间重心一丢就会掉下去 好 下一个障碍 下一个障碍 好嘞 真的 刚才这一下真棒 瞬间把自己的重心停了下来 之下第三关 没办法 没办法 遗憾地宣布魔术师的闯关也只能取消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八千元的账单 拿出您的手机参与我们的玩玩活动 它就可能属于电视几千的您了还在等什么 赶紧邀机来 请不账单 欢迎下一位抱赞您 我划红 太阳神 这波特莉要拿好的诺 它未要令我 像风味害忧 它只要掉大酒香 平日还活 啊 平日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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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还活 平日还活 啊 平日还活 来 四包家门 来 认识一下二位 主持人好 第一次之前的关注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陕西省紫州县 我叫李满香 我叫乔国 你们俩是 我们俩是两口子 两口子 来自紫州是吧 紫州这个地方 好像信天游 对不对 信天游 山白米歌 信天游的故乡 信天游的故乡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还不唱两句 信天游 来 这么吵的一个别字 别字 信天游 我这么说个题 这么好一个秘密没有 这样我结不上个秘密 你们俩是靠山歌走到一块的吗 是吗 不是 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剧团 小时候在剧团了 就是彼此看对眼了 你介绍一下怎么相识 我在18岁的那一年 17岁 对 在剧团 预计他 他才17岁 就是我们俩在一个剧团 刚进来就是相识 最后剧团的就是同事 都说我们俩像景帝 然后呢 又说我们俩行与福气校 那个时候我们特别害羞 还想对吧 想孩子 也对方不敢指引看对方的 然后世界差了呢 他就是做一些对我特别就是 细心的事 比方说我们晚上演完戏以后 我和女同事回宿室 她会悄悄地就跟在后面 送我们回宿室 对对对 太坏了 对 还有就是比方我们素食和造访 历的特别雨 有时候我不吃饭 不想吃饭去 他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会偷偷地把饭给我带回来 那个时候我还是不在意他 因为我那个时候 行里没有他 小孩 是个小孩 小弟 我记得就是我们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就是野兔的路途中 我们住的那个时候 住的都是那个小四楼 四楼 拖拉机 就是拖拉机 对 挺可爱 住那个拖拉机的时候 不小心那个路头不好 给翻了 翻了 住上面的野兔都给翻下去了 但是倒下去以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最后我醒来的时候呢 就在一个医院躺着呢 我醒来 正一看起就是他一个人在陪着我 他看起我醒来以后 立即抓住我的手 然后就激动地哭了 哭了说你好不容易醒过来了 你已经在医院躺了一天一夜了 当时我 立即可把我吓毁了 他的哄咪的时候 我叫他明智 我说满箱 满箱 警察叫他的 呼唤他 对 然后把我也感动得哭了 我那个时候小父母也不在身边 至于他在我设备 我就 那个时候就感觉到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就从那个时候我们俩就 我们的爱情就大门敞开了 这就危难之中见真情 对 就是 我们紧红后 我们的日子也特别的难过 也不好过 就特别是有了我们的两个儿子后 就我们家里不是条件不好吗 他们家里也是特别的糗 然后就是他的父亲又登了肺哀 就是经过我们到处借钱 所以给他求疑他还是离开了我们 最后我们两个要出去打工嘛 两个孩子就我们起上来 追着我们不绕走 哭着死心裂肺的 那时候我是特别特别的难顾 但是不管孩子再要求了 我们还是出去了 然后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住的窑洞 窑洞是桥壁上 不是挂着我们的笑皮吗 两个孩子小我们小的就是 看上笑皮更不着 就是笑皮底下放个竹子 哥哥都把弟弟的福在竹子上 然后弟兄两个站在竹子上 就抹着我们的笑皮说 妈妈呀我想你了 你说话呀跟我们说话呀 可我们那个二儿子 他那个时候才三岁 他说妈妈他那一躲不躲 是不是不理我们了 婆婆就是这样给我们说 哎呀那时候他输了 我在后面就已经够得 不行了 立即完毕了 一切就真的支不住了 我那个时候我说再也不离开他们了 不管我们就再穷再 就是再要我不想离开他们了 所以我和他商量着说 咱们就在家里待着 学唱歌吧 就那个时候就我们就学了唱歌 那时候也没有老师教我们 是我们自己学的 对自己学的 嗯 就是我们周围的村子啊 拜喜事 不必喜好 我们那里不是用那个 鼠纳队 我们就跟着鼠纳队出去 给别人家唱歌 然后挣点小钱 当天就可以回来陪着孩子 对 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 虽然日子复顾得非常艰苦 但是回小过来陪着孩子 真正的才能享受到 就是一家人的幸福 和孩子的快乐 就是这样 孩子马上就会长大 没有错过他们的空间 后来我们就是慢慢 省吃鸡又接送一下 一点钱 然后在别人又寄了点钱 我们就开了哄庆公司 哄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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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开了哄庆公司 然后日子我们就慢慢的好起来 好起来了 就是虽然日子不比别人家好 但是对我们来说 心里也就太满足了 就是这样 好 得好 好 明白 夫妻俩到这儿来 是要报一张什么样的账单 七千元的影响设备 影响设备 好 影响设备 就婚庆公司的对吧 对对 懂了 来了 来 好 好 六十秒到计时准备 三 二 让我说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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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的心有麻草多 招牢晚上就自己去 汉汉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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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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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我们来看公司天套金奖设备 加油 加油 挑战区 加油 3 2 1 开始 好的 没有 调躲 非常遗憾地宣布 李满乡乔国夫妇的账单取消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赶快拿一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李满乡乔国夫妇的 7000元的账单机会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本节目由富方 鄂江江独家 创名播出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高账人 欢迎你 你好 李满乡乡 来 谢谢一下你 谢谢一下你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省 维方地区青州市东夏镇庄稼村的 我的名字叫王立伟 我今年35岁 我是一名建筑班庄工 建筑班庄工 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位建筑班庄工 还是只是一身形头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好不好 看一看 快乐的班庄工 班庄工 这一下多少块这是 劲儿还挺大呀 兄弟 我这活儿看着听着都够累了 这是纯体力 真的 而且风吹日晒就在工地上 你这一下能搬多少块啊 我这一下大约12到16块 12到16块 对 多重啊 这一块大概多成 一块大约在半斤左右 半斤左右 你做班庄工做了多长时间了 我做班庄工到现在为止的话 干了有13年 这你为什么一干13年啊 这个事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我16岁的那年 我的父母离异了 离异了之后呢 母亲自己一个人带着我跟妹妹呢 含辛茹苦的挺辛苦的 老家种地 我呢 从16岁开始呢 就辍学在家了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技能在身 还是通过老乡 介绍去工地 就去干这个建筑小工了 我听说搬一块砖 就按几毛算是吗 一毛 一毛钱 搬一块砖一毛钱 一毛钱 当时在工地后来 一块砖一毛钱 一天搬两千块砖 也就挣两百块钱 两百块钱 你一天要搬两千块砖 你胳膊还抬得起来吗 它时间长 特别到了夏天之后呢 每天早上四点半到五点 那个时间段 就已经到工地了 然后中间中午的时候 休息一下 下午接着干 一直到晚上八点 八点半结束 这么个时间段 所以说这一天下来 浑身酸疼 真的是很累 我去干了三天 其实就够了 不愿意干了 受不了 还有这个年龄段 太小了 但是我坚持下来了 干了一个月 全部的工资 我只留了两百块钱 全都拿回老家去了 给了母亲 因为我母亲 的确是很不容易 带着我跟妹妹两个 在农村种那个种地 绝点本事吧 对 还是要学一下 对 在工地上随处都有 技术好的师傅 咱偷着跟着学去吧 是吧 是的 今后 今后做个打算 你的账单是啥 我的账单是 五千元的陪母亲出去旅游的一个费用 好 辛苦了大半辈子了 是 明白加油 加油了 谢谢 谢谢 60秒倒计时准备 3 2 1 2 对 对 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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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的过障碍物 躲开这个摆动的锤子 立伟也是人高马大 所以说在平衡方面还是吃点亏的 现在是第三个立伟 加油 账单是5000元 带着母亲去旅游 心里要有着这个意念 要想着妈妈 她就是你完成广观的重力 果然是有力量 天哪 天哪 好 最后一块 再过四个障碍物 账单 账单就可以拿到手了 屁股 没事 还有最后两个 还有最后一个 好准备 好像从上面就可以 立伟 从上边迈过去 他偏偏不 立伟 你怎么 你要跳 为什么不跳 太可惜了 你为什么不跳 刚才迟疑什么 非常遗憾地宣布 王立伟的账单取消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您只需要拿几手去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王立伟的 5000元的账单金额 幸福账单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抱账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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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舞蹈有很多方方面面 您是主攻哪一方面 主攻古典舞 中国古典舞 对 中国古典舞极美 无论男子跳 还是女子跳 都特别特别的美 对 你最喜欢中国古典舞当中的 哪个部分 水秀 还挺有戏曲的 你知道吗 新宝最喜欢水秀 对 因为我喜欢戏 你给我们展现一下好不好 好 好嘞 好美 这老师抖的是那么轻盈 漂亮 真确走不到了 对了 像个方巾一样 美 老师给我们介绍古典舞的 一些基本的 水秀的基本动作 好 好 来咱们学一个 学一个出秀 看 水秀 甩出去 它是用腕子提 往上提 瞬间的 瞬间的力量 对了 有点这个意思了 一 好 再学一个收秀 虎口 你们收回来 这个是用 用这个虎口 从这儿 收 这儿 收 对 来 咱们配合水秀 可以 可以 对了 好 来学完这个以后 咱们学一个绕秀 绕秀 美了啊 美 开始美了 对 这个还行 这个特别简单 就是手腕子冲下 好 手指尖也冲下 往里 好 对 来咱们再学一个搭秀 搭秀 秀子 搭到手腕子 搭到手腕上 这个好看 再练习 搭 好 对 搭一下 来 学一个水秀花 水秀花 这花可难了 来 你看这个水秀 一 二 三 给它片开 片开 对 对了 好 好 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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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怎么弄得跟养个儿的 二人转那个一样 好了 汇报演出开始了 都学会了吧 臣妾做不到 这你不能白学 好歹你得捂上一段 好不好 发挥你的想象力也可以 你这什么呀 这是什么 学我呢 好 那这样 给老师一起跳 好吗 看一下老师 好吗 哎 哎 美 对了 你这个没抓呢 你得抓它 我的妈 这个是搭玻璃的 都结扣了 多美好的一个世界了 让你说结扣了 我故意的 中国结 其实我们是在古典舞当中感受中国女人的那种气韵之美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老师今天来这儿教我们古典舞的这种美好之外 还有什么账单要带给我们吗 我要报价值三千元的舞蹈练功殿 好的 好吧 那不太交给您了 老师 谢谢 花儿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黑红的好香 红的好香燃烧的火 好重 大象正着 纯的好香燃烧的火 大象正着 纯洁地有 你和爱情 一百七十百的挑战时间 很不错的圣地加油 再次去一下张灯金额吧 多少钱 价值三千元的舞蹈练功店 练功店三千元 三千元 这次加油了 不如挑战区 三千元的舞蹈练功势 有的统力 三二一 开始 来吧 四纯 四纯 是学习舞蹈的 所以说是肢体的协调能力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好的 你看他的平衡能力多么的强 好的 第二关 小心 小心 不要大意 好的 果然是平衡能力非常的强 最后一个 好的 第三关 四纯 四纯 这一关 要手脚和眼的配合 选择时机 对 你看一看 你现在要趴在上面 仔细观察 自己想要在哪个圆台上下来 好 你选择一下 你看好 还是叫下去了 非常遗憾地宣布高资纯的账单取消 好 大家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赶快拿起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高资纯的三千元的账单金额 马上开始 西部长 再欢迎下一位包张员 来 用试一下 大家好 我叫连晓云 今年四十三岁 我是一名教师 我来自河北省秦皇岛市 青龙满足自治县特殊教育学校 我所教的是 听力障碍和智力障碍的学生 我在这个学校已经工作十八年了 特教老师可能和别的学校的老师相比 会有一番特殊的辛劳 对对 而且我听说特教老师要有五心 是的 您跟我们说说是哪五心 好的 要想做一名合格的特教教师 要有爱心 耐心 细心 同心 还有责任心 是 而且特教老老师也会要具备特殊的能力 是的 首先我们还要有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 心理疏导的能力 怎么疏导这些孩子们 举个例子吧 拿我们的龙生来说 需要对他们不断地进行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 比如在消除他们的自卑方面 我们通常是用古今中外那些成名的成功的残疾人 深谈之间的故事来教育他们 更重要的是用身边的榜样的力量 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 身边的榜样是 对 我们学校有一位聋哑的老师 他本身自己是聋哑的人 然后上了大学 回去以后在我们学校工作 孩子们一看 我们的老师是这样的人 他都能够有所作为 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再消沉 不能再自卑 要把自信心树立起来 我们前面有这么多榜样 有这么多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例子 我们没有权利去放弃 对 老师是想这么去引导他们 对 而且对于孩子们来说 我听说咱们学校有一个要求 就是必须要回用手机 对 我们学校是要求龙生 每人都要准备手机 但是手机不是无限制的 随便玩的 是每天吃完晚饭之后 我们把手机发给他 发给他之后 他可以用手机和人正常的来沟通 因为他如果用手语的话 我们社会上大多数的人 是看不懂手语的 所以我们就要求他们 他们会用笔写 会用一些现代的微信啊QQ啊 这种聊天工具 因为我们培养他们的最终目的 是需要他们 能够回归社会 融入社会 但是手机呢就是 就是在晚上临睡觉之前 还是给他们收回来 要收走的 对 收回来 万一半夜起来玩游戏咋就能 老师今天来照这儿 我们也特别的高兴 能不能教我们一段手语 或者几个简单的动作 我们可以遇到这样的朋友的时候 我们可以 简单的沟通 对 迅速拉近距离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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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是这样 谢谢 这个我们都知道 谢谢 谢谢 比如说对不起 先这样 尽一个礼 然后自己用小指这样指一下 意思我错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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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还有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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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是这样吗 是 我爱你 对了 我爱你 其实非常简单 我觉得我们已经记住了 是不是姐妹们 是吧 来吧 一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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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谢谢 谢谢 我 我 爱 你 感恩的心 感谢命运 花开花落 我依然会珍惜 如果我要请求您能用一句话来概括18年您特教的感受或者是经验的话您会怎么说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那就应该是起始于辛劳收获于平淡 这何尝不是一种境界 老师您的账单是什么 是一万元的学生康护医疗期限 好的 老师那接下来我把舞台先交给您 六十秒到计时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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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一条路走和流背河 两口泪流下苦辣酸甜 破碎的风在黎明前飘散 颤抖的心在风卸中相恋 旋徒 女人事深 美人他就是善 申請像你男女的手相欺 走过多少岁月的风和雪 rol他就会会赖到你的身体 幸福它就会来到你的身边 听我的口令 三 二 一 加油小云 给他们做一个好榜 好的 非常遗憾地宣布 连小云的账单 取消 好的 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您只需要拿这手机这么一摇 就可以分享连小云的 一万元的账单金融 支付账单可以上一面包张的 来吧 认识一下您 三位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李世杰来自河北 目前在浙江金华开馆授图 然后2015年 我拿过全国双截棍冠军 全国冠军啊 全国双截棍冠军 刚才我看你基本上都在自己的身上 当时练的时候是不是满身亲子 一般都是这样的 是吧 现在是龙飞凤舞 当初是鸡飞蛋的 这是实话 对 不知道哪是敲到东京的身上 我听说泰国的亲王的要求 还要求你 对 泰国素伯巴默亲王 还拿着双截棍呢 对 这我要介绍一下 这个最左边 红衣服是优雅公主 然后中间是素伯巴默亲王 亲王 最右手边是巴默雅雅公主 两位公主 一个亲王 对 然后这个亲王可能很多人不熟悉 他的父亲是上一任的泰国总理 克拉巴默亲王 他在世的时候是1975年 7月1日与中国建交 他怎么发现你的 这个素伯巴默亲王 其实也是这么多年一直秉承他父亲的一致 致力于中泰这个两国文化的交流 然后他经常会自己承办 主办或者是参与一些 这个两国之间的友好文化交流 比如说传统武术文化 还有影视这方面的 然后他也是通过一些特别的渠道得知了我 既然是高手 我们就出点损招 你都习惯了 你干嘛要放自己头上吗 应该放公元头上 有点点捞吗 有点点捞吗 双结棍终极大挑战之乒乓球机 乒乓球机 乒乓球机里 共有40个乒乓球 选手用双结棍击打乒乓球 成功击打30克以上 即为挑战成功 3 2 1 开始 好 漂亮 还不错 好的 3个 好的 5个 6个 7个 好的 9个 9个 好的 1 12 13 13 14 15 16 17 18 19 漂亮 20 1 22 23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 好的 可以 可以 好的 你刚才说你现在已经开始收徒弟了是吧 对的 这是你接下来要完成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我已经把这个双结棍等于是我的兴趣 我已经把这个兴趣爱好做成了事业 接下来也是想把它能够做得越来越大 是吧 这个发展自己兴趣的同时可以 让孩子可以有更多的才艺去展示 还可以防针箭体 来吧 你要告诉我你的账单是什么 我的账单是4000元的按摩椅 按摩椅给谁的呢 给我父母的 给我爸妈的 好 我该交给你 来 加油 60秒 倒计时准备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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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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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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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180秒的挑战时间 非常不错的成绩 没得说 选票通过 再次学一下账单金额吧 多少钱 4000元的按摩仪 4000元的按摩仪 给爸爸妈妈 来吧 加油了 加油小伙子 请步入挑战区 步入挑战区 来 请我们的考虑 开始 加油 加油 而且你的时间是180秒钟 怎么能不完成挑战 是这伸手 好 完成挑战 我估计是不成问题的 现在我们只需要看看你 究竟用了多长时间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 千万不要大意 有很多高手 都折在了我们的游戏上 就是因为大意 好 现在看来我们的视节还非常地谨慎 对 需要这样 胆大 也需要清晰 躲开锤子 好的 就是这样 保持住身体的平衡 插在横杆之上 对了 小心 自己 没有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剩下的就按步就班的完成就可以了 好的 你看旋转对于他来讲不成问题 因为他在玩双结棍的时候经常地旋转 好 好的 第四关 来得及 非常地充裕 好 第二个障碍物 一共有四个 好 好 根本就没有碰到视节 我想说现在心里可能就在着急 说怎么这么慢 没关系 时间还有很多 你需要做的 就是耐心的 通过最后一个障碍物 这个转动的圆柱体 还得需要趴下 对 只有一米的距离了 功夫高手 闯过了四关 要不要挑战第五关 好 这样 师姐 我带你看看第五关怎么样 咱们心里有个数 好 那有个三角形的吊环 抓住吊环 从这里把身体悠出去 用手触碰到那个圆点 你就算挑战成功了 那个时候咱们的账单就会翻倍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 如果失败的话 虽然说前四关你过得比较轻松 但也还过了 一切清零 挑战 挑战 祝你好运 来 师姐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开始 成功了 怎么样 你现在把账单翻倍的感觉怎么样 非常高兴宣布李世杰的账单翻倍了 来 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幸福账单 欢迎下一位包张 来 给你们认识一下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的 金色舞步舞团 金色舞步 刚才其实我觉得特别是这个小姑娘 你确定你是在跳舞吗 你不是在演小品吗 你们是内蒙来的是不是 内蒙古 一般内蒙古来的朋友都是 对 蒙古族的特殊的那种风情舞蹈 但是你们是带了一段爵士舞 对 我们比较特别 比较特别一点 那你们能用刚才这种感觉 去演绎各种不同的情绪吗 可以的 我给你们几段音乐好不好 好的 看看你们表演的喜怒哀乐 这是开心的状态 好了 接下来反差大了 诺 生气了 好 好 你还踢一脚最后 说你是自在这种情绪感的一个演员 上脚了 特别好 好了 喜怒 接下来反差会比较大一点 嗨 在这种情绪感的一样 只能这里 划算吧 再来 划算有点 的 天哪 从最后是一个这一感觉 这个哀也是嚎啕大呼吸 它不是那个中国古典女子 那个卑卑怯怯的 它是开放型的 对对对 很外话的那种感觉 来 最后来表现一下快乐的心 这音乐可以 才几个乐啥区别 想看她戴在发箭傍晚 同我约个会 西边的芦苇当里 鸳鸯在吸着水 痛破了窗花枝 我想要和她进一位 黑一森羊门 他眼上他的门 当住了漂亮连道 遮盖不了胭脂味 我丢了花丢了缝丢了碗 横起了小串 把花放在他家门口 害羞傻子也矜持傻子也有在想 这乐的 行为了 在你们那儿 现在学学是舞得多吗 一开始不太多 但是现在很风靡 学校现在有多少学生 有二百多个 有二百多个 多少 多大的孩子都是 从五岁以上不截止 就是上不设限 对 还有五十多的 从五岁到五十多岁 对 不受年龄限制 对 你们是蒙古族吗 还是 我们是汉族 四个都是汉族的小姑娘 其实我觉得这个多元的文化 在不同的地区这样蓬伯发展 也确实是一件好事 需要这样 今天00后至90后的小妹妹们 来到幸福账单 是带了一张什么样的账单来 带了一千八百元的演出服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你们 就把快乐进行到底 来 加油 60秒到计时准备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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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 二 一 开始 小伙子加油了 知姐们收起 加油 小伙子你去是不是 谁去 对 这是唯一的男士 来吧 请不吝点赞 加油 加油了 听得可吝 三 二 一 开始 小伙子加油了 知姐们收起 好了 非常遗憾地宣布 金色五部舞蹈团的账单取消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拿起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金色五部舞蹈团的 一千八百元的账单金额 马上开始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看完我们的账单故事和游戏 您是不是以前报教您手中的账单 分享属于您自己的故事呢 是的 人人都有账单 人人都有机会 赶快带着您的账单来加入我们 我们在这等着为您买单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央视综艺动态资讯 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 at CCTV幸福账单 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进行互动 还是那句话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下期再见 我小时候又黑又黄 就一柴火妞 小名叫黑三嘛 好吃不够饺子 这是一个大饺子 这啥劲儿都烫 天亮在天上 我在地上 我呀拉你说 我呀拉你说 你不暗如算 你不暗如算